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认为成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学业还有工作越来越认真了 我觉得这点毋庸置疑是因为18岁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对于我来说也是18岁意味着成年 然后意味着肩负更多的责任 肩负着慢慢的要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慢慢去照顾自己的兄长 然后慢慢去把自己的事情都放在一个 就像一个规划表里面 要为自己规划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自己我自己取暖的方式平时最普遍的方式可能就是喝茶 然后可能兜里会穿两个暖宝宝都非常管用 那就冬天取暖要暖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脚底一个就是手心 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就是比较重要 可以保暖效果比较好的地方 还有就是要护好颈椎还有脖子 其实我看在什么场合吧 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需要能拍杂志拍一些照片 需要自己穿的 在冬天里面穿的比较单薄 比如说昨天我就穿了一件非常华丽 非常有风度的衣服 走在新宿街头上拍了一组街拍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脱掉衣服 脱掉羽绒服 然后去拍这样的一组照片 穿秋裤 我从小就不爱穿秋裤 所以就从来就不穿秋裤 我觉得秋裤就是一种 可能是一种土味时尚噱头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感兴趣 我觉得扑动牛仔裤和秋裤 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自己也根本就不是不敢尝试 是就我觉得为什么呢 这个意义在哪 但是我有看见其实有很多当代的服装设计师 他们可能会有要求这种牛仔裤上的层次 会在破洞牛仔裤上会做一些图案 或者会做一些拼接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同样也保暖 其实在开始拍江南这部戏之前 得知有非常多前辈演员 所以我们成的老戏骨演员们 要加盟我们的制作 其实当时心里兴奋要比忐忑多 是因为可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剧组的环境里面 因为我从小就会去父母的剧组里去探班 然后去观摩 然后有时候甚至会去学习 去实习 那其实也会看见很多 非常多 我自己非常深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然后我看到他们其实自然而然产生的肯定是敬畏心 但是真正和他们合作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些小紧张的 但是我同时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我这个年龄不一定能理解的东西 肤我认为非常重要 是因为如果在我这个年龄不注重护肤的话 那过一段时间或者过几年 皮肤的状态自然会下滑 那对于我来说 可能在严寒酷暑里面 护肤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湿 然后保水 保住自己皮肤里面的水分 所以每天都会敷面膜 然后可能没事的时候就会敷一片面膜 就是让自己的皮肤保湿 健身的技巧 我觉得俗话说 都是说是三分练七分吃 七分吃就是每天我们人在运动了以后 我们摄入的是什么含量的 比如说蛋白质 什么含量的碳水化合物 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体的构成就是靠吃 那我自己 我首先提倡的一点就是 如果想要快速的去塑行 或者是去健身 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多喝水 因为水人体70% 又是俗话说人体70%都是水构成的 所以说水对于人来说也非常重要 对于皮肤啊 对于肝脏啊都是一个特别好的 是必需品 其实我现在心情特别的兴奋 是因为 我很荣幸可以看到Mr.Kim Jones的第二次大秀 然后我也非常期待Kim Jones还有很多位现代艺术家的 不管是做服装的 或者是做艺术展览的 艺术家们合作 然后产生出来的作品和结果 Dior在我心目中是一个 首先非常高贵的品牌 但是同时 到了男装的clothing晚 这个流水线呢 又非常的 同样高级 但是同样的时尚前卫 然后非常的年轻 就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 一整套衣服一样 它是由Kim Jones 还有Kotz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家合作的 这样身上有小蜜蜂刺绣的 牛仔衣和牛仔裤 包括我现在脚上穿的 这双鞋可能拍不到 但是相信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照片 就是Kim Jones他有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前卫的点子 就是把之前复古的一些图案 这个图案叫oblique 然后呢 这个Dior的图案 可以印在新的鞋的版型上 也是同样 这双鞋非常舒服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我希望今年可以由始由终 因为今年的开头 就是在拍摄江夜 然后今年的结尾 同样是在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 所以我能希望 这部电视剧的拍摄 可以圆满完成 然后画上一个圆满的剧法 MING PAO CANDIT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